謝謝各位淑貞 今天提案要做的是財政上的維章工廠 然後感謝幾位天使工程師跟朋友今天的加入 那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我們這個計畫主要是要把產消履歷跟有機農場 它的這個產地的資料地理圖資 然後以及維章工廠這個資料做串介 然後放在單一個那個地理圖台上 這是最終的那個目標 那今天呢就是主要的工作在資料清理這個部分 維章工廠的資料跟產消履歷的資料 在今天都已經做到就是它的經緯度都已經出來 然後其實在裡面 其實也發現了蠻好玩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沒有技術背景 然後當政府他們把資料公開出來的時候 就是他有 他也是會同時提供很多個不同的格式 然後今天就是 Ronnie跟就是元甄這邊 在去 要去了解這些資料的時候才發現 政府在公開這些資料的時候 就是對我來講我沒有技術背景 那我看到我一定會先跑去找我可以處理的那個格式 那通常就是CSV 或那個XML 而是那個Excel的格式 然後所以今天才發現說 它在CSV檔裡面所公開的資料其實是只有部分 但是今天Ronnie就幫我們開譬如說像Jason裡面 他的那個地級地號的資料是非常完整的 然後甚至在那個微箱工廠的資料裡面 它甚至經緯度都已經是完整的在裡頭 好 那所以今天大概處理的 已經就是處理到這個程序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部分也就是稍微 也跟就是今天來的朋友稍微想像一下 最後我們希望這個就是網頁一個假想的一個樣子 那最終就是希望說 如果有一個查詢的一個鍵在這裡 然後可以輸入追溯的號碼 然後可以出現 可以把這個地方它的產地 其實在淺藍色的這裡 然後它周圍的微箱工廠的狀況可以呈現 然後同時在右邊會有一些比較簡要的文字的描述 包括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樣的輸入蔬果 然後產地它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就是 當然在這個圖片上 我們可能可以很直觀的看到 這個地方微箱工廠是非常的密集 那文字上我們也希望有一個 就是一個分級的簡單的一個描述 那像以這個地區來講的話 它周圍一公里以內 它的微箱工廠加速如果超過一百 那我們可能就會把它定義成 它是一個極高密度的一個地區 然後下面這個沒有跑出來 這個怎麼黑掉 臉黑掉 這其實是三個連 然後就是讓大家也可以在上面 就是做一個像是一個意見 就是一個表態這樣子 那如果你覺得你看到的這個產地的狀況 覺得那這麼的嚴重 那你覺得很好 大家可以一起拚經濟 那你可以勾選它 或是你覺得不滿意 或是覺得沒差還好 然後我們最後可以統計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去提供給那個縣市政府 然後接下來可能還需要再處理的 就是除了採銷以外 我們希望把有機農業也放進來 然後這個部分資料的擷取 會稍微有一點困難 是因為就是它的開放資料裡面少了產地 然後它必須到那個 它的一個另外一個 它有公開 但是必須是寫它從城市去抓 那同時也要去做那個第幾根經緯度的轉換 然後後面就是最後的產出 希望有一個像剛才那樣子的 一個想像的那個地理圖資的網站 然後上面有這些 就是這些資料在上面 然後就是如果有興趣 一起來參與的朋友 然後可以加我的臉書 我的臉書就是我的名字張淑貞 然後我的圖下面就是一個風暴兵這樣子 謝謝大家